今天要講ABAGO 但是我們要先知道電腦是怎麼下棋的 自從ABAGO第一天我看了比賽之後 我就覺得應該要寫一篇電腦是怎麼下棋的 所以當天就寫了一篇 那3月9號第一場快尾聲的時候李士時棄子投降 這個有看的人應該都知道 那中式的解盤直播根本都還沒搞清楚狀況 比賽就結束了 那這個大概是1997年以來最受注目的一場人機大戰 那已經20年了你看 這很恐怖 20年一下就過去了 對我們來講1997年的人機大戰莉莉塞木 這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我就從跟你們一樣大的年紀變成這個年紀了 有恐怖吧 那圍棋跟西洋棋之間的難度 對設計程式的人來講差遠大 那圍棋你還可以用暴力搜尋法去搜尋 圍棋很難 所以這是這次我覺得還蠻受矚目的一個重要原因 圍棋對電腦就是難度最高的棋 那所以我在寫這一篇的時候是第二天 是阿法國跟李士時正在比第二場 那一大堆網友就說李士時這場會輸喔 但是我覺得怪怪的不太準 為什麼 因為第一天的時候大家都說李士時會贏 結果輸了 然後到了第三天呢 阿法國還是贏喔 那結果大家就想說李士時完蛋了 結果第四天李士時就贏了 這贏得很奇怪 那第五天我就想說 是不是李士時摸清楚阿法國的底 所以這第五天可能阿法國會輸吧 結果呢阿法國又贏了 所以李士時似乎是第四天神來一筆 然後第五天就沒有神來一筆了 所以 第五天 第五天也要很緊 因為我根本看不懂圍棋 差一點五步而已 差一點五步 OK 好了解 所以其實他 我後來聽說是 李士時最後用了比較保守的策略 所以有可能是 某個失誤所導致的 一個小失誤所導致的 對不對 好那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呢 這個就不看了 那這我根本看不懂 根本不要猜 但是 問題是電腦到底是怎麼下棋的 這個我會 所以我先告訴大家電腦到底怎麼下棋 那 我不會下圍棋喔 連最後算地我都不會算 那可是呢 五子棋和象棋我是會啦 西洋棋會的 那所以我們就用五子棋來看 到底電腦怎麼下棋 好電腦 你要下各種棋 其實方法都可以採用類似的方法 可是每一種棋對電腦的難度差很多 那電腦所使用的方法呢 最簡單的大概是五子棋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它的規則非常的明確 很明確很清楚 那 對人來講 一種棋很難喔 不見得是變化太多 而是可能規則太複雜 例如說西洋棋我們會覺得它比五子棋難 是因為西洋棋的子有很多種 那它呢又規則比較多 每一種子都有不同的走法 OK 那所以相對的會比較難學 但是對電腦而言 這些規則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而且規則複雜 其實代表它選擇比較少 它不能亂走 可以亂走的話選擇數就多了 它不能亂走選擇數就變少 對電腦來講反而會更簡單 好 那所以單就學習難度而言的話 圍棋不見得比象棋難喔 但是圍棋的變化比較多 那電腦到底怎麼下棋 五子棋就很容易講解 那 電腦下棋的時候有兩個主要的關鍵算法 第一個是盤面評估函數 第二個是搜選 那 盤面評估函數是什麼 我們直接看五子棋的例子 這是15乘15的五子棋棋棋盤 那標準的圍棋賽是19乘19 那如果電腦先下的話 15乘15就有225種下棋 那電腦下完之後換人 那就變成224個 當然也有可能人先下 那不管怎麼樣 這下把字一樣多 那 所以整盤棋的下把 以五子棋而言 五子棋不會再拿起來 對不對 不像圍棋說我下了還會再拿起來 所以它最多總共就只有這麼多種可能的下把 那 15乘15的棋盤 225種 但是標準的圍棋棋盤 361種 所以會有361接種可能的下把 各位想 361接就把它全部搜尋完就好了 你稍微想一下 361接有多大 361接這個 這個不可思議的大 對啊 你電腦就算算到宇宙末日你都算不完 就算你用超級電腦 全世界的電腦合起來 聯手 算到宇宙末日你都算不完 OK 所以這不可能的 就算你電腦未來再進步再進步 我想也不太可能你把這些全部算 那 所以呢 你要算 你要算 不可能把全部算完 但是 你只要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你就可以 根本不用算 我就知道下哪一步 這個很神奇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盤面評估函數 那盤面評估函數 對五指期來講非常直覺非常簡單 第一個 連成五指你就給它無限大的分數 譬如說我現在給1萬分 連成四指那就50分吧 連成三指20分 連成兩指5分 連成一指1分 好 那最後你把所有的分數加起來 整個盤面所有的分數加起來 就是你現在的得分 那你用自己的這種指 那你用自己的這種指再去扣掉對方的指 那就是整個盤面的分數 好 所以你考慮了自己這方 接下來考慮對方 那一個完整的盤面評估函數 要考慮到雙方 那所以就可以用我方得分 減對方得分 來做為盤面評估 然後呢 以這個例子 有兩個白指 一個黑指 那這兩個白指 它的得分 以剛剛的 兩指5分 一指1分 所以兩指這個5分 那各一指各1分 所以總共7分 這個容易 那如果你現在三指的話 就要考慮三指20分的 如果有四指的話 就要考慮50分的 一直加進來 而且是對整個盤面 不是只對這一格 那算完之後呢 你 再減掉對手的分數 這樣就可以算是一個盤面評估函數 好 那有了這個盤面評估函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建構一個簡單的下起程式 那 電腦只要把每一個可以下的位置 下那個 假裝下完那個子之後的分數算出來 那你就取分數最高的那個下下去就好 OK 這是一種貪婪式算法 而且什麼是貪婪式算法 就是我永遠都找對我最有利的 對我最好的 就貪婪式算法 好 所以最簡單的下其程是以這個例子 現在這邊有三個黑子 兩個白子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是白子的話 那 以剛剛的算法 你就考慮說 只考慮我方的話 只考慮我方 那我一定會把它連成三個白子 OK 但是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這個電腦下錯了 對不對 因為對方已經要贏了 那這種程式的起力很弱 那太過貪心了 因為他只看自己 他沒有看對手 你稍微做個動給他跳 像這裡就有個動 對不對 其實也不算動 就是只要會下棋的人 都不認為他是動 但是對電腦而言 他只算自己 就算動 應該下這裡 因為對方已經快連成四子了 要擋他 那為什麼這時候我不應該看自己 而應該看對方 因為對方連起來的分數會突然高很多 突然高很多 我不擋他的話 我就死了 所以我應該要下載這一個位置 而不是下載這兩個 看起來對我來講 加分最多的位置 而是應該 我下載 可以截斷對方加分的例子 OK 那所以電腦除了考慮攻擊得分 還要考慮防守得分 那就算你把防守得分 可能考慮進來之後 你的棋力也不會很強 不過可能可以下載 我和初學的小孩 以吳子棋而言 那天我在笑 我發現 有時候我還真的下輸 自己寫的層次 會下輸 會擋 但是 那很可能是因為你 你在下的時候 怎麼講 你太 太強了一點 導致說他 他必須要不斷的擋你 但是如果你假裝 是個小孩子 或初學者 你就很弱讓他去吃 他就會連成一排 譬如說你就通通不要去擋他 你就讓他一直連 他肯定連成一排給你看 所以他不是只會擋 他其實是會攻 可是你沒給他攻的機會 他每次算都覺得我擋比較有利 他就一直打 OK 不然你下次下下看 你就亂下 然後讓他隨便就連成一線 他會攻的 他不是只會擋 OK 好 那要提升電腦的起力 就要加上對局搜尋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跟剛剛同學說 一直擋有關 他為什麼一直擋 對局搜尋裡面 他其實是算 整體來講 對最不容易受攻擊的那個位置 就是對我來講 防護的最強的位置我下下去 意思就是 我不能太貪心 因為碰到高手的時候 我如果只算對自己有利的 很容易就失誤 所以他會考慮 整體所有下法裡面 最不容易失分的那一個 下下去 這個就是對局搜尋 那這個叫做 對局搜尋的一個很明確方法 叫做 minimum max 演算法 極小極大演算法 這個極小極大演算法 我們來看一下圖解 這是維基百科裡面 用出來的 他必須要找一個最糟的情況 失分最少的路 這樣子碰到高手的時候 才不會一下被找到漏洞 然後打死 什麼叫做最糟的情況 失分最少的路 那你看一下 這0層2層4層是圈圈 對是圈圈的部分 這幾層都是要找最大 因為這幾層是代表我方 我方接下來要下的幾 所以我要找最大 那135層這個是敵方的 所以呢 我們要找最小的 因為是敵方的 反過來 必須要反過來 那所以 以這個例子而言 你會看到他的數很特別 你看這一層呢 負10和負7 他選誰 他選負7 為什麼 因為負7比負10大 請注意是負的 所以負7比負10大 所以他選負7 那接下來這個5和負7 你看他選誰 他選負7 這就怪了 因為負7比5小 那他為什麼選負7 因為這一層是奇數層 所以他是選小 OK 選小 那這一層又是偶數層 他又要選大的 像這一層是偶數層 那5和負5限大 那5比較大 又選大 OK 所以最小最大就是 一層小一層大 一層小一層大 這種算法 其實就是 對局 很簡單的 對我有利的 對你就不利 對你有利的 對我就不利 所以兩個是相反 好 這對局數 好 但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搜尋 能夠搜尋幾層呢 如果每部都有 361種可能 兩層就有13萬種可能 三層就有4700萬 四層160億 五層就有6兆 十層的話呢 就有36兆兆 你怎麼算 你怎麼算 算不出來 你電腦再快 你都不可能算過十層 36兆兆 你怎麼算 好 所以你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 才能搜尋得更深 這時候我們可以採用一種 稱為αβ修剪法的演算法 好 這個演算法呢 把一些已經確定 不可能會改變的分支修掉 什麼叫做確定不可能會改變的分支修掉呢 辦法是這樣 你看這張圖 這也是從圍基百科抽出來的 這邊有三刀 三個紅線的刀 這些都是砍掉的分支 基本上 它以下的通通都不用算 為什麼它可以不用算 那 這就是αβ修剪法 為什麼叫修剪法 不用算 它可以非常確定 這根本不用算 因為它已經完全不會影響到結果 那為什麼 以這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這一個切點可以切掉 這個切點可以切掉的原因是因為 看一下 這一層是方形的 是max層 是取大的 所以這邊 365 目前 看到365這邊 誰比較大 6比較大 所以目前我的最大是6 對不對 好 但是你看這個5這一層呢 它下來的時候 這邊是5 這邊是5 這一個分支數已經確定 它提高到這裡 是5了 那接下來 因為這一層是命層 注意這一層是小層 它要取小 那這邊 是8 不管它是多少 這邊 不管是8 還是4 還是1 它有沒有可能讓這一層 變得比6還要大 或者是變得比5還要大 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這一層數字 不管多少 只會把5 給向下拉 因為它是命層 它是取小層 所以這一層數字 不管多少 只會把5向下拉 不可能再往上拉了 不可能再往上拉 那只要這個5算出來 後面通通都沒有1 全部砍掉 所以切點不是只切這一刀而已 後面全部砍掉 這切得很兇 所以 當它這樣子切完之後 整個數狀結構就變得小很多 那我就本來只能搜尋5成的 我就可能可以搜尋10成 那我的起力就變強得很多 那這就是αβ修剪法 它可以大大減少分支數量 讓電腦可以在固定的時間內 搜尋得更深更遠 那起力就可以提高 那20年前 深蘭佔那個 Casparov的西洋期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使用αβ的修剪法 還是使用minimum massima的算法 只是它最後再加上 奇谱的訓練 去做最後的盤面的評估函數 那這樣子它就佔贏了 當時的世界騎王 Casparov 可是 圍期上面 你這樣算就不行 因為分支數太多 很難修 那αβ修剪法是 LISP的發明人 叫John McCarthy 他所提出來的 那後來 Ellen Newell 和Herbert Simon 這些人就用在下棋上面 這三個人都得過圖領獎 那minimum massima的搜尋 加上αβ 就可以擊敗人類 在西洋期 五指期 象棋 有沒有人 你現在可以把電腦的棋力調到最高 你還可以下贏他 在西洋期或象棋 基本上已經很難了 如果你買到的程式太爛是有可能 那你買到程式好一點 或你用的程式好一點是幾乎不可能 棋王都被打敗 那現在呢 Google的AlphaGo 我本來覺得他應該有採用minimum mass 或者是AlphaBeta 然後再加上神經網路 但是後來我發現不對 他不是這樣的 他採用的是蒙蒂卡羅樹狀搜尋法 再加上卷跡神經網路 那後來我才發現蒙蒂卡羅樹狀搜尋法 是用來取代對局搜尋 而不是只是用來處理盤面 評估函數 所以我發這個訊息 就有些網友在說 你這裡講的有錯 這個 原來這裡就是Mark John給我的 我等一下就是要用他的投影片 來看 我昨天還特別問他 都是網友 我問他 因為他寫了一份超讚的投影片 這我會放在今天最後講 那他那一份要講最久 因為最複雜 好 那所以有時候Facebook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的朋友是誰 他們會提供很多很多的資訊給你 那我就去找 找包含AlphaGo的網站 還有AlphaGo的在Nature上的那篇論文 其實就是這一篇 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Go就是圍棋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 And the Tree Search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用神經網路和樹狀搜尋 可是他的樹狀搜尋 不是傳統的 是蒙蒂卡 好 那這個是Google的那篇論文 那但是要付錢 可是後來我 我有看到 欸 居然網路上還有不用付錢的版本 欸 可是奇怪 那個不用付錢的版本 跟要付錢的版本 長得還不一樣 我就奇怪 後來我發現 應該是Google官方釋出來的 那官方為什麼釋出來 又可以放在Nature上面 那他這樣有沒有違反 跟Nature之間的合約 還是說那個是別人偷放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考證 他到底是合法的還是非法 那這就很奇怪 那所以蒙蒂卡羅隨機算法 其實在這次的AlphaGo裡面 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個是 捲機神經網路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待會在Mark Chan的那個 那個 投影片裡面 我們會看到非常詳細的細節 這個人很厲害喔 昨天我在問他說 欸你 你 這個領域做多久了 我後來發現他 他剛畢業應該沒多久 他可能碩士畢業沒多久 那他現在 現在也在做自然語言 我之前 也做過自然語言 他現在也在做自然語言 那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他在台大的語文研究所寫程式 做自然語言 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蠻厲害 很厲害喔 好 那所以 這個就是我對電腦下棋算法的理解 那那天大概是這樣 現在已經確定4比1了 所以也有人覺得柯傑搞不好會贏 可是 可能柯傑就算贏了 也沒辦法很持久啦 因為AlphaGo還在進步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黃世傑 那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個人 他其實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博士 還是他的博士 他後來去Google的AlphaGo團隊 他基本上在AlphaGo裡面是主力啊 他是主力的設計人員 跟另外一個 兩個雙主力 他整篇論文列了19個作者 前面兩個加星號 代表 那兩個是主力 好 OK 那這裡 黃世傑 跟李士遲對下 事實上是AlphaGo跟李士遲對下 黃世傑是幫忙操縱 因為他沒有做機械手背 但黃世傑本身也是業餘六段 這很強啊 所以 你看他的博士論文 應用於電腦為奇之蒙蒂卡羅術搜尋法的新啟發視野證法 所以他博士就在做這個 畢業年度99年 99學年度 現在105年 又六年前 六年前 好 所以呢 這次我們看到 這個人機合一是可以打敗其王的 好 那這個後面就先不看了 好 那有人說這樣 好 這個 OK 那最近這個人工智慧的進展 我發現突然之間又快了起來 因為其實有幾陣子是慢的 他起起伏伏 快快慢慢 那最近快了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太多大公司積極的投入 Google 亞馬遜 特斯拉 IBM都積極的投入 微軟 都積極的在投入 所以看起來他的商業價值似乎慢慢已經起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一波又要積極投入的原因 那這個 就是我們 這一個 第一部分的介紹 要給各位看 好 那接下來 我們 我們再看一下 等一下 這 回上一頁 好 第二篇 我們 先來看一下AlphaGo的整體架構 那整體架構看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最後這個比較精彩的Mark John的這個 這個 投影片 說真的 我還不知道Mark John到底他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但是 在網路上好像我們都不會去問中文名字 好 好 那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AlphaGo的設計和原理 那這篇我本來想說要去看論文 看能不能找一些AlphaGo的弱點 可是說真的我不會圍棄 所以我其實看不出來 但是對於原算法上面可能 暴露出來的弱點我覺得是有可能找出來 所以我去找 那 這個已經是3月13號的早上 Google已經連贏三盤 結果他第四盤輸了 對不對 可是第五盤又贏 那 這個 要怎麼幫 人類反攻 這其實是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覺得 這時候其實 李四時應該找一個電腦 人工智慧的專家來教他 告訴他說AlphaGo有可能有什麼破綻 那 那 可是沒有 所以我就乾脆來看一下 所以我那幾天我在看AlphaGo的論文 那 論文裡面就有幾個關鍵性的圖形 那 這個是關鍵性的圖形 最關鍵的是這個 這個是 盤面評估函數 就是剛剛講的盤面評估函數 這個是策略網路 也就是說 在每一個 位置 就是每一個盤面的時候 我應該下哪一指 可是他的這個策略網路 他下指不是說我一定要下這指 他的策略網路是說 對於下每一指的機率和勝率 就是我應該下每一指的機率 如果他勝率越大的話 我就應該下得越 越可能下他 算那個評估值 也就是說 對於 每一個盤面 我接下來要下哪一指的機率 他把它算出來 那 這邊呢 就是AlphaGo的整體訓練過程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這個剛剛講的 盤面評估函數 應該下哪一指的機率 OK 好 這個 這個稍微看一下 盤面評估函數 對於每一個盤面 像這樣就是一個盤面 我可以算出他的分數 這是盤面評估函數 那 第二個 這個 P of a s s就是目前的盤面 a就是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也就是說下哪一指 好 那 這樣就可以 告訴AlphaGo說 兩個用途 第一個 對手可能會下哪一步 如果是對手 現在我下完了嘛 那如果換對手的話 對手可能會下哪一步 第二個是 我自己應該下哪一步 OK 那 如果現在是換我的話 那我就決定我自己要下哪一步 如果是現在換對手的話 那 我 我事先猜測對手可能下哪一步 我可以對那邊再繼續做計算 OK 好 那如果這兩個盤數裡面 有一個有缺陷的話 就有可能找到突破點 那 有沒有缺陷 不知道 其實到最後 我還沒有辦法 很有把握的看出有什麼缺陷 但是 大致先了解一下 好 這牽涉到 AlphaGo到底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那兩個盤數到底是 最後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這個圖要從左往右看 那 一個叫Lowout Policy 一個叫SL Policy Network 一個叫Rl Policy Network 一個叫Value Network 一個叫Value Network 好 那 這一個是盤面評估函數 那中間的前面這三個都是策略網路 好 那AlphaGo的整體訓練架構 這個 一開始這邊叫做直接策略 那這邊呢 是直接從歷史對局資料庫裡面 進行分類之後分出來的 直接策略的 的那個評估方式 的動作方式 那接下來呢 這個叫席德策略 就是他把這些直接策略拿來 做一些改進之後 就得到席德策略 那接下來呢 再繼續改進 透過什麼 透過自我對下來改進 這邊都只是用資料庫耶 這邊開始用自我對下來改進 那自我對下改進之後呢 他就得到一個改良策略 那最後呢 這些改良策略 整體統計之後 得到一個盤面評估函數 這時候需要用回歸分析去做 好 那 歷史對局資料庫的部分 我們先看這一段 這一段 歷史對局資料庫的部分 他的直接策略 和席德策略 這邊 Google應該搜集了很大的資料庫 那 我上次聽到好像三千多萬之類的 我不知道三千多萬是指三千多萬盤 還是指三千多萬個 步 我不是很清楚 那三千多萬盤應該也太大了吧 那可是 我沒有仔細看 他到底是指什麼 那 那 這個應該是蠻大的資料庫 也就是說你把網路上可以搜尋到的 對局 通通都收了 然後呢 用這個對局資料庫呢 先進行分類 得到直接策略 然後再用神經網路一般化 得到習得策略 然後再用強化學習自我對下得到改良策略 最後用回歸得到盤面評估函數 大概整個過程是這樣 那 如果你可以找到弱點的話 那當然很好 可是 弱點會在哪裡 這其實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重點 那 重點是 他到底是怎麼做 那這裡 只要是神經網路的部分 都會看到他用的是 DCNN 就是 升卷機神經網路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升卷機神經網路 只要是對局搜尋自我對下的部分 他用的是MCTS Monte Carlo Markov Tree Search 蒙蒂卡羅馬可夫數狀搜尋法 那這個蒙蒂卡羅搜尋法 對局搜尋法 他 就是 可以讓電腦自己對下 對下之後他歸納出 欸 透過輸贏他來 他來 去 去 習得一個 一個 盤面的下方 這個叫做蒙蒂卡羅對即搜尋法 那 那卷機神經網路是 通常是用來 把這些結果 已經知道 輸贏的結果 來做一個訓練 之後 讓他去挑 盡可能會贏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贏 盡可能會贏 好那這邊有幾篇文章 是可以參考的 一個是 Jeffrey Bradbury 他有一個 Introduction to Monte Carlo Tree Search 這篇文章 另外一個是影相制的 潛談AlphaGo 所涉及的 深度學習技術 那 稍微看一下 這兩個方法 到底是什麼 那 先看蒙蒂卡羅對即搜尋法 這是一種隨機式的搜尋法 他和傳統的 minimum mass 對即數和AlphaBeta 都不一樣 但是他也是在做搜尋 他其實也有對局數的概念 只是他不是用 他也有用Massmark 之類的 但是 不太一樣 那 傳統的做法 對圍期來講 分支數太多 很難 深入搜尋 所以 期率就會很低 那 為了避開那個問題 就有人 研究 電腦圍期的人 開始提出一種 機率式的 蒙蒂卡羅對局搜尋法 他主要的想法是 我不需要暴力的搜尋全部 我只要 用樣本和結果來指導我往哪邊更深入搜尋 就可以了 那樣本和結果到底怎麼樣指導搜尋 那這邊就是 Jeff Bradbury的文章裡面所提的一些東西 那這是一個關鍵公式 這SISDI的策略 也可能 他舉的例子不是下棋 他舉的例子是那個 賭博機 你賭博機 然後你丟錢進去 然後他一下 然後他就會 搖搖搖 然後最後搖出一個結果 這賭博機是機率的 每一台的機率可能設定不太一樣 那最後呢 你一開始不知道到底這個賭博機有幾 每一個的機率是怎樣 那你就只好說 我用我現在有的錢先去 每一台就先試 試了第一遍之後 到底哪邊贏哪邊輸 那我再決定從哪裡開始試第二台 之類的第二次 那類似像這樣子的做法 那他採用的是一個 信賴區間上界的方法來做為分數 然後取分數最高的那個 繼續往下探索 什麼叫信賴區間上界 這個就機率統計裡面 信賴區間 有95%的信賴區間之類的 那它是一個範圍 是在平均值上下對稱的一個方法 那它現在取上界 而不是只取平均值 目的是為了避免對某個區域做過度細密的探索 讓探索可以平均 比較平均的分配在各個可能的點上面 OK 那這裡是一個例子 他選擇信賴區間上界的選法 你看一開始 假設對極數目前是這樣 然後他就去看 那發現說這一條目前是 信賴區間上界最高的一條 然後呢 他就決定要選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下面沒有了 沒有探索了 所以他選這一個 往下繼續探索 那往下繼續探索呢 一開始當然沒有任何勝負 所以是零零 但是呢 他就去做什麼事情 就開始 開始 類似像以那個對局的話 他就自我搜尋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自我對局 自我對局之後 最後會有一個 輸贏回來 他用那個輸贏再來更新 這一個得勝次數和總次數的 這個數據 好 所以 他如果下下去是贏 那就會贏的部分 加1 如果是輸 那就輸的部分加1 這樣子 來更新 最後更新完 你看這邊1 也就是說這一盤 其實是贏的 OK 那就更新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你看 這本來是21變32 為什麼 因為多下了一盤 所以2加1就變3 那 贏了 所以1加1又變2 OK 那這是阿伯購論文裡面的蒙利卡羅搜尋數範例 等一下我們在Mark John的投影片裡面會看到更詳細 他寫得真的很好 那 這個範例跟剛剛的範例其實很像 只是他用為期當例子 變得比較不那麼好理解 OK OK 跟這個很像 好 那這是 論文裡面的描述 那這種蒙利卡羅對局搜尋法可以讓電腦自己和自己下 其實 不完全只是電腦自己和自己下 其實電腦自己和自己下 你 只要任何一個方法都可以這樣 但是蒙利卡羅它是一個有系統的 我要探索哪一條 而且不會集中在同一條 它會比較平均的展開 而且把重要的東西都展開到 那 它一定還是會漏掉一些分支 不然的話它就需要 需要361361361一直上去了 那不得了 所以它一定會漏掉一些分支 這一定會影響到一些結果 可是 如果它漏掉的分支都不太重要 對 就沒什麼差 OK 那 這裡呢 會漏掉什麼分支呢 這裡 如果第二層節點 接下來下面有一些隨機探索都是輸掉 那它就認為說這個節點不應該下 那萬一 它所隨機探索的那幾次都是很爛的 可是事實上 這一層節點 是剛好相反 那它就可能誤判 同樣的 如果隨機探索都很好 但事實上呢 大部分其實都很爛 那只是運氣差 那 也會翻盤的 可是 運氣差 這個在機率學上面來講 你每次運氣都很差 連續100次 都很差 的機會幾乎是零 為什麼 你去投銅板就好 就知道了 你有沒有辦法投出連續100次 通通都是人頭的銅板 那個機率幾乎是零 對啊 所以 以統計而言就是這樣 它所依賴的就是說 那個很小的機會不太會發生 我只要照顧到 大部分的 機會就好 我可以掌握住 百分之九十五就好 OK 所以它才會用信賴區間上界 去 去 做為 做為下一個探索的 點 那另外 因為 他後來有用一個 蒙蒂卡羅 後來最後 確定選這個分支之後 他要去做自我對下 那自我對下 現在就是用我的策略跟你的策略對下 可是 我們的兩個策略 基本上是很像只差一點點而已 那這樣下完之後 你稍微想一下 一個棋手的訓練 他永遠都只在跟自己下的話 那 他會很強嗎 所以不能單靠這個嘛 所以他外面有一個 知識庫 對局庫 那個就可以用來 讓他不要 只看自己的訓練 OK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主要的 技術叫做 深度卷积神經網路 那這個其實原本是用在影像辨識上面 影像辨識辨識什麼 譬如說你現在手寫一個3 那電腦要告訴你是3 你現在手機上面都有這種程式 問題是 他有時候會錯嘛 你手寫有時候 他會列出來 後選項裡面在很後面 甚至沒有 都有可能 那現在其實 準確度已經蠻高了 手寫的準確度已經蠻高 那卷积神經網路 他可以用在影像辨識上面 他的做法完全是從影像辨識的想法來的 他是這樣子的 你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裡面呢 這個整個盤面是這樣 整個棋盤是這樣 或整個影像是這樣 那 我們現在目前有一個 卷积區 就局部感知區 這局部感知區 是現在黃色的這一個 那上面都有寫一個 乘1乘0乘1乘0 這是他的遮罩 OK 這張 那或者是他的捲姬 捲姬的權重 OK 那 你可以看到 這四個 被乘0了 這五個被乘1 XX的這一個符號都被乘1了 好 所以呢 這個算出來是四分 為什麼四分 1 2 3 4 4分 那接下來一樣 再捲第二區 這每一區域是重疊的 他每一個都要捲到 OK 那這個就變三分 就這樣一直捲 捲下去 全部算出來 這個就叫捲姬 那透過這個捲姬 也就是說他抽樣了 很多次 對一張大影像而言 我小捲姬成 捲下去 其實抽樣出來的次數 跟整張影像的點數差不多 如果影像夠大的話 跟他的點數差不多 所以他抽樣的次數是非常高 OK 那這個就解決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傳統的抽樣都會有樣本不足的問題 他現在把區域縮小之後捲一次 他得到的樣本數超高 那而且這些資訊會共享 因為他只有一個捲 就是說 他只有幾個捲姬成 OK 所以他這些資訊是共享的 那導致說 他最後神經網路的連結數也會變得很少 那傳統的神經網路會長得太大 長得太大 訓練的時候最後會發現效果很糟 那如果你把它縮小了 再去訓練 效果就會好 那這裡 又看到他去照顧整體和局部的資訊 這是為什麼 AlphaGo 在圍棋上面可以表現得不錯 因為 傳統的方式應該都是只能夠照顧到局部 那如果看全局的話 因為複雜度太高 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 可是他現在呢 用捲姬的方式照顧到局部 接下來用很多層 這每一層都是用前面捲姬層捲出來的資訊 再去做一些函數處理 他叫 R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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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篇肉文裡面的圖片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第一層卷积的結果 輸入層 接下來第一層卷积完 第一層卷积完之後 你看他得到的都是一些撇 一小撇一小撇這種東西 應該不見得是第一層 但是前幾層最前面幾層 到底第一層還第二層 那這個已經是卷积到好幾層之後的結果 你看他可以 辨認出鼻子眼睛之類的 這是 卷积到中間的結果 這最後一層卷积的結果 你看到人臉 已經出來了有鬍子沒鬍子都拼出來 OK 那這個就是 他透過卷积之後 組合組合再組合 所以為什麼叫深卷积 因為卷了好多次 做了好多層 層數越多就深了 對 深卷积 曾經網路就出現了 那原本他們做的卷积可能還 在2005年 2006年的時候都還 只有三五層的卷积 那現在Google 他光是在Albago就用了13層的卷积 上次 我看另外一篇文章 他講微軟的那個 Kotana 他也用卷积 他 用了 有一個案例他用了多少層卷积呢 一百多層卷积 一百多層卷积 到底那個神經網路的計算 會不會 會不會 因為誤差的關係 一層一層的誤差 而導致最後 根本就崩潰 根本就完全不準 可是好像不會耶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目前這個技術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可以做很多層的卷积 然後之後他的神經網路的調法 都還可以調得不錯 那這就是被影像處理 後來被拿來用在Albago上面 那Albago是用五乘五的卷积 基本上是用五乘五的卷积 那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五乘五的區塊大小 那你放到六乘六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照顧不到 可是以伸卷积而言的話 因為他有第二層第三層 所以或許還是照顧得到 那這就不知道 那所以這剩下的我們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太清楚 那這是Albago跟樊輝對戰的結果 就是之前歐洲旗王被Albago直落五打敗的那個 他把其中一個盤面寫在文章裡面 讓大家看 那這個就先不細看 因為這是一個對局 那我們現在呢 接下來就來看 Mark Zhang的論文 就是 不是論文 投影片 我覺得他講得很清楚 那Mark Zhang的投影片 所以這個VVD看完有十分鐘嗎 有十分鐘嗎 有十分鐘嗎 不是啊 十分鐘看得完嗎 看得完嗎 看你的熟練度 我自己本身常常五分鐘把它重看一遍 那因為我自己寫的嘛 我自己都知道啦 所以 欸 當然就看得很快 但如果你看別人的 可能就不見得那麼快 可是你看我廢話很多啦 所以其實十分鐘有時候是可能的 好 雖然投影片都一百多張更是十分鐘 其實 如果你是對那個領域熟悉的 你看 就很快 不熟悉的 也不見得你會看很慢 因為很多人是不熟悉 那就當看小說 你如果當看小說的話你就會很快 如果你看那個 最後數學士到底是什麼 它是什麼意義 你就很慢 而且看不出來 因為十分鐘講不了太多東西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Mark Zhang的這個 Alpha Go In Depth這一篇 這一篇 這篇我就覺得 哇 昨天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他把我很多疑惑都解掉了 寫得超棒 對 而且這一篇呢 Mark Zhang自己本身還沒講 他21號才要講 我今天先講 好 他 他會不會很意外 我今天先講 好 他21號在台北要講 一個 一個那個 我不知道他們那個是什麼會議 所以這算是 他已經放上網 他已經放上網 我現在就做網路版 在slideshare上面 好 那因為他講 他是寫英文 所以這裡我就得 沒辦法講很快 而且 我自己本身對這個比較不熟 所以我要速度會慢下來 跟剛剛不一樣 他說Alpha Go In Depth 就是深入Alpha Go的內部 那 人工智慧在電腦遊戲上面 然後這是overview大綱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 強化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式學習 Alpha Go的方法 這是他整個投影片的組織 那 AI in Game Playing 就是人工智慧在電腦遊戲上面 到底用什麼方法 這邊有講到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第一個 傳統的方法 是用Minima Mesma M-I-N-I-M-S Minima Mesma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那 他 為期這是比較特別的 他用蒙蒂卡羅的樹狀搜尋法 Mondecarlo Tree Search 那這個Mondecarlo Tree Search 的一個經典範例就是 Martin Arm Bandit Problem 基本上就是那個 賭博機的那個 那 或者是多手背的賭博機 每個手背的勝率不一樣 好 那這個 遊戲的玩法 就是電腦下棋的方法 他用 緊緻遊戲做例子 那你會看到最後誰贏誰輸都很明顯 對不對 以這個而言 最後是圈贏的嘛 這個而言也是圈贏的 這個而言是差贏的 這個而言也是差贏 OK 好 那 所以最後你就會得到 贏的就得1分 輸掉就得負1分 平手就0分 OK 那這樣你就會得到一個 整個對局數 好 那問題是我們希望 我現在還在這裡 第一步 我應該下這裡還是下這裡咧 OK 那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盤面 你要回到剛剛那一個來看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盤面 每一個都是一個下 那所以 我到底要下這一手還是下這一手 那 那 必須要看分數算出來 到底 哪一方 比較不容易被攻擊 比較能夠 全面性的照顧到 OK 所以我現在要取 max馬乘 那接下來再取 mini馬乘 是這樣 好 那這是他取法 取法 你可以看到 這邊 負1和1 他取 應該是1 1的這一手 為什麼 因為這層是max馬乘 OK 那這邊呢 11這就沒什麼好取了 因為兩個都一樣 那就 就取一手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 0負1 因為這層是mini馬乘 所以要取消 OK 因為這是對手層 對手層要取消 那就這樣子 你最後應該 只要這個數出來 你就完全可以知道說 我應該下哪一手 那 但是呢 呃 剛剛的那個mini馬 max馬呢 要全面搜尋 這是一個麻煩的地方 你要一直從第一步 就搜尋到最後一步 那哪有可能 可是 你不全面搜尋的話 那你一定要搜尋到 某一層就停下來 那某一層的評估正確嗎 對 五子齊而言 某一層的評估 其實還算蠻正確 對圍齊而言 某一層的評估 常常是完全不正確 OK 因為你到了那層 停下來之後 對圍齊而言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就改用蒙蒂卡羅的 數狀搜尋吧 那這個蒙蒂卡羅 數狀搜尋 你可以看到他的 傳統的數狀搜尋是每層展開 蒙蒂卡羅的數狀搜尋是 我只展開幾種幾指 而且每一指我展開的分支數還不一樣 OK 那這是他要表示的 而且展開到某一層之後呢 接下來那層剩下的都還沒展開 他會怎麼做 他會讓兩對下 對下 我還自我對下 自我對下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 勝 勝 書還贏 把這個書贏拿來更新 那個蒙蒂卡羅的收尋數 那他接下來就知道說 哪一個的性態區間上階最高 我就可以再取那一個 再繼續往那邊 再去做對局 模擬 好 那這裡呢 就是蒙蒂卡羅 數狀搜尋的幾個主要步驟 一個叫selection 選擇 一個叫expansion 展開 simulation 模擬 back propagation 模擬完之後已經有輸贏了 把這個輸贏結果反饋到這一個分支上面的每一個節點 更新他的 他的勝負率 好 這一步是做選擇 選擇 那你可以看到他走的是咖啡社這條路 咖啡社這條路 那咖啡社這條路最後是一一的這一點 所以他接下來就是從這裡開始 建立一個新的節點 那說我要從這裡開始跑模擬 然後就跑下去了啊 跑模擬 跑完模擬 就是兩 兩個程式對下 自己和自己對下 對下完之後呢 到底誰輸誰贏 就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這個結果拿來更新這條路徑上面的所有 所有節點的統計資訊 OK 那當他統計資訊出來之後 接下來應該再選哪一手做探索 結果就會出來 你會一樣再選目前 我信賴區間上界最高的那一個節點 再去做探索 OK 好 那這個是馬提亞 班底的Problem 就是那個 多手背的賭博機的那個 那個 賭博的 範例 這用 常常用來被拿來當蒙蒂卡羅 數狀搜尋的範例 好 那這個就是信賴區間上界 這個是信賴區間上界 在蒙蒂卡羅 數狀搜尋法裡面用的一個叫 UCP的信賴區間上界的公式 那他取這個Argmes就是把它最大化 我要找出讓這個信賴區間上界最大的那一個 繼續往下去跑模擬 那所以這裡 就 就是 這個Si 就是 這一個機器它的平均值 目前勝率的平均值 好 那 這個UCP-1演算法 他所 所用的統計數字大概像這樣 那 這邊 RSA就是 採用A策略的報酬 報酬 那 這邊是 目前 目前的統計資訊 QSA 這樣三分之二 那 總共 總共 5次 目前總共做了5次 模擬 對不對 然後 這邊 就是 計算他的信賴區間的上界的部分把它加上去 因為他平均值跟上界值 中間有段距 加上去 那這是他的一個案例算的結果 那你就會看到 目前 RSA1 A1的話呢 是 1.3029 A2的話呢 是0.9485 所以 接下來 因為 A1比A2大 所以我 接下來探索應該是探索A1 所以他就可以選擇說 OK 我要走A1這條路 那到了A1之後呢 再選 同樣透過這樣的計算 再決定 欸 要走哪一條路 那一直走下去 走到最後 那個 那個 節點沒有 沒有兒子的時候 他就只好跑模擬 去看 到底 這一盤下的誰贏誰輸 再去更新 OK 這是 這一個算法的做 好 那 接下來他要講的是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主題 那機器學和深度學習 現在其實有一些經典的方法 那一種叫做 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這就是 有指導者的機器學習法 像剛剛那個自我對象 基本上不算你有指導者 可是也不算沒有指導者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那有指導者就是說 有標準答案的 什麼是有標準答案 比如說你手寫辨識啊 然後 你先把 這一張到底是3還是5還是7 然後你就把它標在上面 那最後他去訓練就是 盡量讓正確率變得很高 OK 那這種 這種 學習法就是有指導者 他沒有指導者的通常就是 他只是在優化一個問題 計算某個函數的最佳解而已 那種是沒有指導者 那 目前 Machine Learning這邊 比較偏上於有指導者 那 神經網路 還有 轉機神經網路 那 怎麼訓練神經網路 這是他接下來要講的主題 那 所謂的 有指導者的機器學習呢 就像這樣 你看 現在他 這個 目前的局面是這樣 然後呢 他透過一個機器學習模型 那 那 這時候他已經有一個策略在 這個策略呢 他選擇的下指下得很爛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下在這裡 那人家就把它圍起來 就吃掉了 對不對 所以他選擇的下指下得很爛 但是 整體來看不一定爛 此日目前 這個局部盤面 看來看起來 這是爛 那 照理講 如果 只是這麼小的盤面 他應該下這裡會比較好 才不會被吃掉 那於是呢 我們就告訴他說 應該下這裡 標準答案是這個 OK 好的答案是這個 他知道這個資訊之後 他就去回饋 把這個訊息呢 丟給他的機器學習模型說 好的答案是這裡 不是那裡 你下錯了 那他就再去學 那學完之後呢 經過一連串的學習過程 他最後就學到說 OK 我應該下這指 他去調整他的網路權重或之類的 最後去去調到說 我預測出來的是下這指 那這樣就代表他學習對 這個案例學習對 可是他不是把每個案例都學習對 因為有時候沒辦法 他是把整體的學習成功率 正確率最大化 OK 那 這個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的 這邊 他就 必須要先做一個 以Google的Alpha夠顏 他先做了一個分類 因為不然的話 那個案例太多 檔面可能太多 他如果沒分類的話 那 可能會 會 太多而無法處理 所以他做了一個分類 譬如說你看他把這個 這兩個東西分在同一類 叫class A 這些分在同一類叫class B 那這個class B 基本上這個局面都是對方主導的 我已經 沒得走了 那class A的話呢 基本上我快被圍住了 的這種案例 變成一種類型 OK 那他就去跑回歸啊 那 這每一個得到的分數 這是 目前 下棋 下棋問題 在機器學棋上面的一個案例 那接下來他介紹神經網路 到底是 在做什麼 那其實神經網路看起來很神奇 講起來其實 不算 真的很複雜 可是 說不複雜又有點複雜 這要怎麼說呢 來 看最簡單的神經網路 像這樣 這個有兩個輸入 然後呢 一個輸出的神經網路 這個網路可 能力不強 那兩個輸入 接下來有一個 B 這個B叫做 呃 怎麼講 就是 它本來是個常數的 那 呃 為了 要用 同樣的模型去對待它 所以呢 就多出一個 多出一個節點 好 這樣會比較好帥 那 所以這個B 基本上不是輸入 它是一個 slash hold 就是 門檻值 那這個東西有所用 你 你稍微看一下 下面這個算式 這個算式算是一個什麼算式 線性 方程式 對不對 看得出來它是線性方程式嗎 W1 S1 W1是一個常數 或一個係數 S1就是那個變數啦 OK 那我現在想要 那我現在想要 有一個等式 就是 NIN 這個 輸入 這個 NIN 也就是這一點的值 它是用 W1加 S1加 W2S2加 WB 所算出來 這是一個 線性方程式 好 那如果很多這個線性方程式 合起來呢 就變線性方程式 那 但是我們這邊呢 其實這個線性方程式 不是用來找焦點 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神經網路裡面 剛剛那個方程式所 建構出來的一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他把 現在有兩個輸入 01 可能是00 01 01 01 的這種 雙輸入的情況 這S1和S2 雙輸入的情況 然後呢 他希望說 可以把最後結果 1和0 這兩個區域給切開 那我要怎麼調整 這個權重 我才有辦法把它切開呢 那 這邊是一個案例 就是說 我如果 這個 W1設20 W2也設20 最後那個 那個 這一條設-30的話 那 我就可以把它切開了 那 這是 學習完之後 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可以把它切開 可是 這裡有個問題 神經網路在這裡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只用一層的話 我只用一層的話 我這裡如果1 這裡也1 那我就不可能切開了 因為這是一條線性方程式 他只能切一刀 他切一刀的結果 不可能把 兩個夾1的東西把它切開 因為 因為做不到 只能切一刀啊 那所以 當他只能切一刀的時候 證明無法解掉 像SOR這種問題 你可以解掉AND這種問題 像這個就是在解AND AND 你可以用神經網路模擬出來 OR 你可以用單層的神經網路模擬出來 NOT 可以 SOR 不行 那 怎麼樣解SOR的問題的神經網路呢 多一層 多一層 多一層就可以 所以呢 後來神經網路發展就變成這樣子 變了兩層以上 好 那這樣兩層以上的話呢 他 方法都很類似 都很類似 你看這裡 輸入都很類似 那 可是呢 因為有兩層 所以他可以 這一 這一個直網路他再切這一刀 這個直網路再切這一刀 兩個合起來呢 再加一個算式之後 變成兩刀切 變兩刀切的時候呢 這個SOR問題就擠掉了 所以只要是兩層 加一個隱藏層 就可以解決SOR問題 為什麼是隱藏層 因為他不是輸入也不是輸出 所以我們叫他隱藏層 就中間層 加一個中間層 就可以解決問題 OK 好 那加一個中間層解決掉問題 那這就使得神經網路的能力 就可以涵蓋到很多函數 SOR可以做得出來 這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翻譯 你可以很多輸入很多輸出的 也可以做 那 這裡呢 就有一個問題 這種神經網路 雖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 在輸入很多輸出很多的時候 他的網路會很大 很大他訓練會很難訓練 而且訓練完之後結果會很糟 那這個後面再提 接下來要說 如果我們現在要做多類別的 多類別的分類 那我們 可以用一種函數叫Softmax的函數 軟最大 Softmax函數 然後來做什麼呢 他根據這樣的公式 來計算 計算之後呢 讓他其中三個裡面 有一個非常會靠近1 會非常靠近1 另外兩個都會非常靠近0 這個算是 通常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只有一個會非常靠近1 另外兩個都會非常靠近0 但是在某些非常小的區域 很特別的小區域裡面 他可能會讓三個一樣也不一定 但是這種機會很少 很少 那個區域非常小 所以不太容易落在這種情況 所以他通常是一個 要嘛就是1 要嘛就是0 而且所有節點裡面 只有一個會是1的情形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他這個函數長這個樣子 所以他這個區域又很窄 又很窄 所以他一下子就跳到1了 OK 而且注意 這個函數是可以微分的 這個特性很重要 對神經網路來講 要能微分 不能微分 對神經網路來講 會是一個致命殺 因為神經網路需要去導數 他採用的是 那個叫什麼 T度下降法 所謂T度 就是多變數 函數裡面的那個導數的法項量 叫T度 OK 那這個就跟 各位學物理的時候 有看過一種圖 對不對 叫做力線 法拉第力線 有沒有 那個力線的方向指的就是T度方向 誰的T度 未能函數的T度方向 他指的是整個 整個能量函數的T度方向 這個能量函數的這種概念 在人工智慧裡面到處都是 為什麼 因為 你只要把錯誤率當成一種能量函數就好 那最後你想要最佳化的就是 讓能量最小 錯誤率最小 錯誤率最小 你的正確率就最高啊 對啊 所以 人工智慧幾乎大部分的問題 都在找錯誤率最小 只要是有指導者的都在找錯誤率最小 那 這時候 你怎麼找錯誤率最小 一個辦法是亂找 或用爬山遠算法亂爬 也不算亂爬 就是往好的方向爬 可是 用爬山遠算法往好的方向爬太慢 因為他每次爬一個方向 太慢 每次爬一個方向的意思是每次調一個參數 太慢 用梯度下降法一次所有參數調一遍 所以他每次雖然走的步伐都不大 可是他都往正確的方向走 他比較快就可以到 到谷底 到能量最低點 也就是錯誤率最低點 很快就會 不用找很多次他就會達到低點 OK 那這是為什麼要用梯度下降 那 剛剛這個 叫做SoftMath這個函數 我們看到他的形狀 基本上就是 讓 N個類別裡面盡量只有一個1 那 其他都是0 所以你看這是他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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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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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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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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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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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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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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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層經過一次的加權之後呢 它可以找譬如說這樣這個橫線、直線、斜線、斜線 如果這個是五子齊的話 找到這裡其實就結束了 對不對 五子齊的話我幹嘛用那麼多層啊 我用一層就好了 因為它就找直線、橫線、斜線就好啦 五子齊這樣就可以判斷了 但是呢 現在是圍齊啊 不是五子齊 所以它不能只找這個直線、橫線 它繼續往上找 讓它可以用直線、橫線兜出這種多邊形 好 那如果它可以兜出多邊形的話 這就比較適合圍齊來用 好所以呢 這個卷积神經網路 你看喔 它第一層它做的是 比如說找這個斜線、找這個斜線 它找出來 好 那找出來之後呢 它做了什麼事 你看 它第二層的時候 第二層的時候呢 它又再去捲跡一次 那它會 應該說它會過濾一次 過濾一次之後 它就會發現說 OK 怎麼講 如果今天一張影像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捲出來的結果呢 會是這一點 這一點是 捲跡完之後 完全符合的 你看 這個跟這個比對 完全符合 有沒有 所以這一點亮起來 是這個原因 同樣的 這一點亮起來 是因為 它跟它比對 完全符合 所以它的值很大 最後輸出基本它是1 這一層又亮起來 這個亮起來 這個亮起來 這四點亮起來 剛好就代表這個圖形 好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嗎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它就透過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呢 來 做 圍棋的訓練 好 那 以這一個例子而言 它應該下陣子 那我已經告訴它說 下陣子比較好 那於是它就去 去做訓練 那 這裡需要一些輸入 輸入就是 目前 我方的值 對方的值 黑值嘛 這黑值 這白值 然後呢 這個是 0是已經下的 1是空的 空的 那 輸出呢 這個是下一值 我應該下在這裡 好 那這個 訓練這個神經網路 的方法 需要做 做 兩輪的掃描 第一輪叫 forward propagation 就是 一直往前 傳遞它的權重 和輸出結果 所以 計算出輸出結果之後 跟 跟標準答案 訓練的標準答案 做一下比較 看看有多少差異 那 根據這個差異呢 一層一層的回去調整 權重 最後你調出來 因為你是用梯度下降法 所以你最後調出來 會是一個能量函數最低的點 也就是錯誤率最低的點 應該說錯誤率局部最低 不一定是全部最低 因為 因為凹點 凹槽可能 有很多個 那你會 掉到一個其中凹槽裡面 最下面的地方 這好像 假設有一個 反過來 反過來很多山 你可能會爬到某一個山頂 但是你不會 爬到世界最高的山的山頂 一樣的 那你爬到那邊 你知道怎麼去了 你只知道反過來 很多湖 我丟一個球下去 那最後掉到某個湖的湖底 OK 那就那個最低點 那這個就是他的 他的cost function 或者是能量函數 或energy function 那他現在 我們希望讓他 最後到一個低點 那他可以透過 T路下降法的方式 T路下降法的方式 尋求偏導數 去計算偏導數 就透過這個偏導數的方向 來調整他的權重 這偏導數 這個權重 可能有 好幾百個 幾千個 甚至上萬個 所以這是 幾萬圍的 空間裡面的偏導數 那這個案例 他畫出來的 只是一個示意圖而已 因為幾萬圍的東西 圖形是畫不出來的 所以這邊只是畫一個示意圖 那透過這種 T度下降法的方式 他可以使用這個公式 來做訓練 然後呢 訓練 他就可以去找一個能量的最低值 那 透過反傳遞的方式去調整 這一個 每一個 權重 每一個線的權重 每一個連結 神經連結的權重 那調整完 之後 他就會得到一個 訓練完成的神經網路 這個訓練完成的神經網路 通常他的表現就會不錯 OK 好 那接下來 他要講的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學習的主題 那 強化學習的主題 這邊 AlphaGo用了兩個 評估函數 還記得我們前一天 投影片裡面講的 一個叫做策略評估函數 一個叫做價值評估函數 的那個評估函數 那策略網路不是 下一步一定走一步 策略網路是說 下一步走A的機率是多少 走B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 叫策略網路 那他對策略網路呢 做一個T度下降法 的學習 好 這是關鍵 對策略網路做一個T度下降法 不是對價值網路喔 對價值網路的話 會很糟糕 對策略網路做T度下降法的學習 好 那這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 強化學習吧 他 像這個 那他就下下下下下 下到這裡之後呢 他發現說 黑的贏了 黑的贏了他就回饋說 OK現在黑的贏了 如果你是黑的方 黑方的話 那你應該把自己的路徑 的下法全部加一分 對 如果你是白方的話 那你應該是全部扣一分 那看你是哪一方吧 就 就透過這種方式 那 這個白的贏了 那就回饋 那回饋之後呢 以這個例子而言 他說 我是黑方 所以這個黑的應該加一分 白的應該扣一分 是所有決策都要扣 你上面你下的所有值 都要扣分 那就透過這種 這種回饋的扣分方式 那他就可以去做訓練 那他會傳回一個報酬函數 reward報酬函數 就回饋函數 這個回饋函數 這個回饋函數會告訴他說 你這樣子下到底是贏還是輸 OK 那 這裡他提醒幾點 這個回饋是有延遲的 那 他 沒有supervisor 就是說人沒有介入 所以只有 回饋的訊號會回來 其他的訊息不會回來 那另外 因為 這種下棋方式 基本上下棋的規則 在這個學習的裡面 是不需要知道 在哪裡需要知道 在最後評估 勝還是負的時候 是需要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是 你下棋 以這個例子而言 他不能夠 下在人家已經下的地方 不能疊在人家的紙上面 這個算是 勉強一個規則要知道 其他的規則 通通都不知道 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說 OK最後贏了 還輸了就好 好 那所以這種方式 其實對圍棋來講 會 更好 因為圍棋你要給他一個 指導 最後的評估說 這個盤面到底好還壞 真的很難 OK 所以呢 他現在就用這種方式 去做學習 那 決定性的方式就是說 我每一個東西 都有一個固定的下方 都有一個固定的下方 可是現在他是 隨機性的方式說 每一個東西我下A的方式呢 他到底有多好 他的機率值 下B的方式 他的機率值 一開始我都設0.5的話 那就是大家機率值一樣 但最後訓練出來之後呢 他可能有些就機率值很高 有些機率值很低 好 那我就會選機率值高的去下 低的就代表他很爛 不要下 OK 他的勝率很超 好 那接下來這個價值網路 他基本上是一個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價值網路 這是真正的價值網路 這個是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 Policy Network 決策網路 那價值網路是只看 目前的盤面 我就給一個狀態 價值函數 那決策函數呢 是說 我現在呢 根據這個盤面 我應該下A還是下B還是下C 那這是一個決策函數 那他就透過這個決策函度下降法的方式去優化這個決策函數 那這個叫強化式學習 他的強化式學習 那他的公式是這樣的 他對每一個權重 他都有一個學習速率 這個通常是很小 譬如說0.01 很小的一個學習速率 然後呢 這個R就是他最後回饋出來的分數 到底是贏還是輸贏幾次輸幾次的回饋分數 然後減掉Baseline Baseline就是基準點 有可能說我一開始都設0 OK 那 那這裡要對每一個決策函數都取倒數 那他就可以對每一條路徑的權重都調整一次 好 各位現在應該很多人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你聽這種東西你就把它當成在聽交響樂 什麼意思 你聽不懂 沒有關係 第一次聽不懂 沒有關係 那你聽很久之後呢 會覺得好像也不錯聽 那就代表你 你其實有進到這個領域來 我記得之前 有個諾貝爾獎得主來台灣演講 他對高中生演講 然後在中演院 然後呢 他要講一個很難的題目 然後呢 他說你講這麼難高中生聽得懂 我其實就是要讓他們聽不懂 因為這個東西就像交響樂一樣 你就聽不懂 但是你聽了 雖然你不懂 但是其實你最後是有感覺 你至少知道我不懂 知道不懂這件事情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那個很遠的距離 其實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在那 OK 現在這一個我覺得就有這種狀況 好 那我們來回過頭來 不要太不懂 我們至少要讓他稍微懂一點 懂一點什麼呢 現在他舉一個例子 叫Great Word Example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是說 現在有這個人 對不對 這個笑臉就是一個人 他呢 那想從這個出發點開始亂走 亂走 用隨機的方式走 走到圈的話他會得一分 走到差的話他會扣一分 那請你做出一個隨機策略 讓他呢 走到圈的機率越來越大 走到差的機率越來越小 你可以調整的是什麼 調整的是 到底我走每一個方向的機率 我走每一個方向的機率 好 那 接下來呢 你就看到啊 他現在譬如說他在這個位置 那在這個位置呢 呃 他的盤面應該就會長這樣子 1就代表說他自己的位置 對啊 然後呢 你會看到 呃 他做某個動作 譬如說他如果往這邊移 往這邊移 那 那 他會 狀態就會改變 OK 那 他也可以往上移 往上移 他的狀態也會改變 好 現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是這裡 有看到嗎 他現在是說 如果我現在在這一點往上移的話呢 我的機率有這麼大 我會找到好的結果的機率有這麼大 我會找到圈的機率有這麼大 我往右移的話呢 稍微小一點 如果我往下移呢 就更小 如果我往回走的話 就非常小 所以 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往哪裡移 往上移 所以他應該要往上移是最好的 但是他現在移這裡也不錯了 那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這樣看得懂 這一個嗎 那這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種角色網路啊 就跟下棋很像 只是他不是在下棋 他是在走路 好 這個可以用在哪裡 機器人 機器人的planning planning 也就是說現在有很多機器人 越來越聰明 哈 你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說OK 他要掃地 然後他掃地機器人 我家有掃地機器人 最近才買 掃地機器人 他就去掃掃 但是其實那個沒有很聰明 還沒到聰明到這種程度 對 其實這個可能都還沒放進去 但是他其實已經有一種策略 讓他去盡可能把每一寸的地 都掃得乾淨 OK 你這個放在掃地機器人 其實應該 應該就會蠻不錯 OK 那現在他掃地機器人得到的報酬 是怎麼 撿到一個垃圾 就是得到一個正的分數 那走過去撿不到任何垃圾 那就是零分或負分 那你就透過這樣 你就去優化你的掃地機器人的策略 走法策略 那你就會發現掃地機器人 其實他有一個很奇特的走法策略在走 OK 現在掃地機器人不貴 而且很多家庭都有 我老婆是前一陣才買 然後現在他就很開心 不用掃地 每天就把他放下去 然後就掃好了 然後 你只要把大指線先剪掉就好 把那個障礙物 不要排除 不要讓他去一直擋到他 讓他不好掃 就好了 地面盡可能保持沒有障礙物的情況 掃地機器人就可以發揮得很好 有障礙物沒關係 比如說床腳那個一定是會有 可是他會繞 會繞 你用任何一個固定的方式 一放到不同的環境 他就沒辦法了 可是現在掃地機器人是在不同的環境可以做的 好 那這初始化之後呢 一開始初始化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一樣 就是你在每一格上面走上走左走下左右的 的機率都是一樣 比如說每一個上下左右 通通都是0.25的意思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是全部都一樣 那你這樣子走 就先去亂走 但是走到最後他會發現說 原來我經過每一次的 到底得分還是失分的這種回饋 他就可以調整這個機率的大小 在這裡他會用箭頭的大小來代表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這樣走 走走走走 然後呢 走到這裡 然後結果 走到這裡了 他得到一分 這時候他做什麼事呢 這時候他去調整剛剛的那個 用這個 這個微分的梯度下降法的方式 去調整他的權重 調權重 這個是回饋 R是1 現在是1 B是0 所以 1-0 那就是1 然後 這個 透過現在的 現在的 PiAs PiAs現在是多 0.25 每一格都0.25 對不對 所以 PiAs現在都0.25 那 在這個權重上面呢 你看 這一些路徑 目前這條路徑上面的 所有 所有的權重都會被加 因為他是得到正的報酬 所以 R是1 B是0 1-0 是正 他會得到正報酬 在這條路上面 所有的權重都會得到正報酬 OK 就這樣回饋過去 去加他的權重 那最後再 再平均化 因為所有人的報酬加起來要是1 每一格上面 所有人的報酬加起來都要是1 所以 我提高了 那就代表對方其實降低了 最後加起來還是1 好 那這樣子呢 你看到他現在這個箭頭就變大了 變大了 就代表權重變高了 OK 那箭頭變大了 接下來 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下一次呢 他又走 走這樣 走到那個 負1的地方 XX的地方 所以就得到了一個負報酬 得到了一個負報酬之後呢 他怎麼樣 回饋 把這一條路径上的通通都扣分 通通都用T度下降法的方式扣分 好 那再重新調整 OK 那於是呢 箭頭就變小 也就機率變小 然後呢 再接下來 喔 再接下來 做了很多次這樣的結果之後 你會發現說 在這裡跟下一頁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頁 他的箭頭有大有小 對不對 在下一頁的時候 他發現 基本上 每一個箭頭都已經固定下來 因為已經有最佳策略產生了 以這個盤面而言最佳策略是什麼 就是 你先往上 J我 先往上 到了這裡 到了這裡之後 再往右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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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再往上 好 那 而且他每一格都有 都有箭頭 如果萬一我現在走到這裡怎麼辦 他會往右 OK 所以每一格的方向都確定下來 可是這樣不是要把所有路徑全都走過嗎 對 沒錯 但是其實不一定是所有路徑都走過 因為 他只要走一遍 他就會有一個報酬回來 對啊 那你說 所有路徑是不是都一定全走過 不會 因為他最後去調權重的時候 調到發現 這個只是一個趨勁值 就是說 調到我可能每一個 往右的都0.99 那 我就把其他 我就已經收斂 這個網路就已經收斂 OK 那不一定要調到1 不一定要調到1 但是 另外一個說 他是不是要把所有路徑都走過 其實不用 因為他最後調到非常接近1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所有路徑並沒有全部都走完 對啊 因為他只是把那個權重最後調到很高 確定下來 就已經得到最收斂的策略 OK 這時候不一定所有路徑都走過 如果你盤面很大 他基本上不可能全部走過 你看有4的格數次方 對 他不可能全部走過 4的格數次方 如果是100格的話 就已經 沒有辦法 在短期之內 就是 就是可以走完 可是你透過這種方式 你還是可以在 比如說1小時之內就訓練完成 因為你不需要全部走過 但是每一個格子通常會都有走過 可是所有路徑不一定都有走過 因為如果你那一個完全沒走過 你那一個就不會有 不會有最後的調整 對 OK 所以通常每一個都有走過 這不困難 但是呢 要所有路徑 每一條都走過 那不太會 那個太多了 好 接下來 他要開始真正講阿法構的方法 阿法構的方法是什麼呢 他說 第一個 訓練 有指導者的訓練方式 做分類 把棋盤和盤面做分類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說被圍的 還是整個都是他佔領的 那種分類 第二個 強化式學習 第三個 又在做 又在做 有指導者的訓練方式 這時候不是分類 這時候是回歸 回歸 第四個 他用搜尋 用 價值網路和策略網路的搜尋 OK 那 第五個 Google 因為AlphaGo 是Google做的 所以 Google這次 不只用一顆CPU 他用了一千多顆CPU 對 所以 他用分散式的搜尋 對 對 所以有人在說不公平就是這樣 但是 這怎麼能說不公平呢 其實電腦的CPU能力一直在進步 你現在的一千多顆還比不上 比如說五年後的一顆 你再加上FPGA 去特製的話 把它硬體化 你也不用一千多顆一顆就搞定 所以 這很難講 那 訓練 他的訓練 這就是我們剛剛那張 前面糞頭影片 其實就已經有這張圖了 但是 Mark Zhang他好像 都把整個圖全部重化 這花了很多力氣 好 先 這個知識庫 歷史檔面 拿來做分類 歷史檔面拿來做分類 然後 會得到一個直接策略 跟一個SL的策略網路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這些SL的策略網路的權重 就拿來當成RL策略網路的初始權重 拿來跑自我對局 欸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他 不直接把 一開始這個策略網路就拿來跑 RL的 對局就好 或者是 或者是 一開始就平均啊 就是 亂下 因為 這樣可能要 搞很久 而且搞不出一個好東西出來 所以 他是先 透過歷史檔面 去 弄出一個 不錯的權重 再用這個不錯的權重 開始去跑自我對局啊 否則的話 他 他從一開始亂跑的話 那 那可能 騎力就會很弱 所以他先用一個 畢史檔面去訓練出來 分類之後訓練出來的一個 一個權重 再去做自我對局 這樣子才會比較強 好 所以 他就在開始 產生自我對局啊 去治一下 然後 最後做一個回歸 把整個盤面屏幕函數給固定下來 好 那他怎麼做呢 他的 supervised learning 在分類的部分 分類的部分 也就是 把歷史檔面拿來 做分類 這部分呢 他用了 13層的 卷積神經網路 接下來這些呢 已經 就不講方法了 他只講 AlphaGo的架構 但你說 Mark Zhang他 完全很清楚 AlphaGo的架構嗎 不可能 因為他不是Google裡面的人 所以他只能透過他所 得到的那些論文資訊 或文章資訊 來 來了解這個架構 所以接下來這段 不會講的很詳細的細節 不像剛剛那個 但是 大概了解一下 人家的架構 那 13層的 卷積神經網路 然後 用 線性的SoftMath的網路 也就是說 他的 re路程就是 那個 SoftMath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很多個類別裡面 只有一個會是 1的那個 凡數 SoftMath的那種神經網路 然後呢 來做什麼呢 這個 這個是第一 一開始 一開始 所用的 方法 是 SoftMath 然後直接得到結果 這是透過 對局 對局盤面 直接 預設出來的結果 這個結果 比較差 但是可以用來做 對照組 也是說我訓練之後 我起力到底提升了多少 可以用來做對照組 那他就知道他訓練之後 起力有 變 變多強 OK 那譬如說 如果他訓練完之後 拿訓練完的網路 跟這個 直接的 rollout policy 去做對戰 發現勝率是90%的話 那他就知道很強 百分之99 那他知道更強 好 那 他在這裡用了50顆CPU 三個禮拜的時間去跑 最後的正確率 達到57% OK 不高 接下來呢 他的輸入輸出資料 他的捲機的方式呢 有48種捲機法 總共48種捲機法 有stone color liberty 這每一個都 可能在某一邊論文會有表述 我沒有去查 48種捲機法 然後呢 這個是stone color捲機法 他總共有三個平面 OK OK 那這個是Liberty的捲機法 這應該都有考慮到 考慮到圍棋的特性 所以這個捲機 我猜測應該是用人做出來的 不是他自動學出來 用圍棋專家去針對小平面 比如說3x3的平面 我應該怎麼下 接下來 你看這都3x3了 用圍棋專家去針對這個3x3的平面 我應該怎麼下的這種結果 先告訴他 有48種 那接下來 他就從3x3再去組合 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可以照顧到的範圍就越來越大 那這個sl policy network 就是他的策略網路 輸入是19x19的棋盤 對不對 他有48個捲機平面 捲機完的結果 OK 拿來 然後接下來 他用5x5的捲機神經網路 然後再去做SoftMath reloot層 然後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做 總共有13層 好 那 第一層呢 他是5x5的 第二層到第12層 都是3x3的捲機 那再加上KGVL 這個VL到底 是什麼 或許是 過濾直線 過濾橫線 之類的這種 VL 好 那 最後 就看到了 那這個分類到底怎麼做 輸入 這個 目前的棋盤盤面狀態 然後 經過他的策略網路之後呢 他會 得到一個機率 就是說 下這紙的機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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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紙的機率 得出來 然後呢 接下來 目前最好的機率 就 Golden Action 這是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 那標準答案 你看 應該是這一紙 但是這三紙呢 我就要讓他全重調低 因為這是標準答案 就全重調高 OK 那所以他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學習分類 那他用的強化是學習 一開始 是用SL網路 就是剛剛那個 盤面已經出來 再分類過的那個網路 然後 去做初始化 然後去訓練 那訓練了之後呢 他用50顆CPU 就可以 以達到就是 RL網路呢 跟SL網路對戰 可以得到80%的勝率 好 那總共下了多少次呢 就是 總共下了這麼多盤 1萬乘以128 128萬盤 盤嗎 應該是 好像是 128萬盤 然後呢 他的強化是學習 怎麼做呢 這個SL的策略網路 做初始權重 然後呢 去訓練他的RL策略網路 這個是 基本版 進化版 OK 那 訓練的時候呢 就要去對戰 對戰 然後得到 回饋的資訊 也就是說 到底我是佔贏還佔輸 那佔贏 佔輸之後就可以用 剛剛那個蒙蒂卡羅的那個 方式去做回饋 在對局數上面做回饋 就像剛剛的那個 機器人走路的那個 一樣 在每一個路徑上面的點做回饋 回饋完之後呢 接下來 他還要把這個 批揍 就是已經訓練好的 下一次的網路呢 再回饋給他的對手 那 那 回饋給他的對手 讓對手知道 那這代表他也有去調整對手嗎 好像有 好像也有去調整對手 因為不然我越下越強 那你越來越弱 那我們站下去好像就 就 對 可能 可能這樣的做法會比有調整對手的更差 所以他有調整對手 好 那 最後呢 他的 他的調整方法 就是用Policy Gradient Meso 就是T度下降法 策略的T度下降法 來做的 然後 你看他這個是每一盤的下下下下下 然後呢 最後有回饋回來的時候呢 然後 回饋去做Back-Projection 就是 反向傳遞 反向調整法 那 這個是學習率啊 然後 調整的 調整的 那個 大小 護法 這都有數學原理 就是 維積分 偏維分 的 那個 T度 好 那 到了這邊呢 他用 這一個 最後這一個動作是在做什麼 就是 他已經RL網路都訓練好了 訓練好了之後 他最後想要訓練 想要 歸納出一個 最好的盤面評估函數 他要歸納出一個最好的盤面評估函數 這時候他就用了什麼呢 他用了 再用15層的卷積神經網路去做 跟剛剛很類似 然後呢 用50個GPU 剛剛是GPU還是CPU 這邊都用GPU 所以他用的比我們想像的更強 因為他就用匯圖處理器 因為匯圖處理器的 LU 一顆匯圖處理器的LU 有時候就有上百個 一顆CPU的LU 通常只有一個 四核心的就只有四個 但是呢 一顆匯圖處理器的LU 就有好幾百個 所以匯圖處理器才是真正的計算 強大的計算器 他用匯圖處理器去做 做了像現在那個NVIDIA 出的那個匯圖處理器 它有一種專門的Cuda的那種標準 可以讓你寫那個Cuda的C程式 寫起來就在上面跑超快 好 那50顆CPU跑一個禮拜 那MSE應該是 minimum square error 就是最小平方X 是0.226 那總共跑了3000萬個位置 3000萬個位置 其實不多啊 對電腦來講3000萬個位置 不多啊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價值網路 學出來 這個價值網路學 學出來的 輸入19乘19 的每一個棋子 再加上位置 再加上那個48個 48個Plan 就是48個剛剛像 剛剛他有一個 各種方法 什麼Stone之類的那個方法 Gladestone之類 那種方法 48個遮罩 那這個48個遮罩 下去 然後呢 1到13層就跟策略網路是一模一樣 第14層它加上一個 全連結的256個 輸入單元的網路 下去 跑 OK 然後呢 第15層 就只有一個輸出 這個輸出就是 應該就是好或壞 OK 之類的 就是它最後的權重 就是這個盤面到底得幾分 應該是這樣 這個第15層 這個盤面到底得幾分 好 所以 它這一個 回歸 到底怎麼跑呢 它會 分成兩半 第一半 你看它是跑 SL 策略網路 這個是還沒訓練過的那一個 就是 還沒有自我 自我對局訓練過 還沒有自我對局調整過的那一個 這個是自我對局調整完那一個 好 中間呢 有一步它亂走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有一步要亂走 做出新的變化 對 應該是 對 它要 它要有新的變化 它不能夠只是說 我就是這樣了 這樣的話 那我 我就沒有探索到 每一個 可能的變化 所以 所以如果它 都固定的話 它就 會有問題 所以它由中間加一步亂走 這個很妙招啊 我覺得 這一個訓練方式 在這裡很妙 非常的奇妙 中間加一步亂走 那後面還是一樣再去做 RL的策略對局 那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它這裡這樣子 因為 這樣就代表 RL的 它可以在 任何我亂走的情況之下 我都還可以繼續接著下 萬一我下錯一步 我還繼續接著下 而且探索全面性的可能 我覺得這步很妙 這步非常妙 好 那最後呢 回歸出來的結果 一樣 反饋 調整權重 回歸出來 價值網路 OK 然後 這個是 有點重複了 這個就是 弘利卡羅的對局搜尋 一樣 回饋 OK 然後 這裡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現在 剛剛那個訓練 已經是策略網路的 現在這個 卻是價值網路 但是很像 很像 那 所以它這個 加一步亂走的部分 可能會使得 它從策略網路 過渡到價值網路的時候 會更強 比較能夠容錯 因為策略網路太死了 它是針對每一步的機率 比較死 那如果我今天 最後要歸納一個盤面的總體的話 可能要一個 一個 不容易被誤打的偏差的東西 好 所以一樣 它就再做一次的 弘利卡羅的 那種路徑去調整 學習 OK 然後 這裡 搜尋數 測試用 一顆 組CPU 就可以了 接下來 策略和價值網路 用了 176顆 GPU 這裡不一樣 一個是CPU 一個是GPU 所以顯然這裡需要比較多的LU去計算 不然它沒必要用GPU 它用CPU就好 但是它可能這裡需要用到比較多的LU計算 那另外它 最後 Lowout Policy Network 用了 1202顆CPU 這就很多了 這裡可能就不需要很多LU 但是還是 需要去 去 去 去計算一些東西 但是它 加LU可能不太有用 LU多要平行啊 那你有些東西不能平行就沒辦法 LU 多是要你能夠平行才有用 好 那就結束了 他這頭影片就整個看完 所以最後其實 我覺得他已經講得夠清楚 非常清楚 當然不可能把 所有的內容 細節都講完 他也還沒有完全 了解到所有細節 可是 重點我覺得他都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這是他的參考文獻 蒙蒂卡羅樹狀搜尋 這篇我看過 反傳遞的 這個我還沒看 但是這是他自己寫的 那另外 這個 捲跡神經網路 這個我有看過 reinforce 這個我還沒看 有很多 那這是 Mark Zhang的 個人的聯絡方式啊 網誌之類 我們寫程式的人會習慣 就是我會告訴你 你怎麼跟我聯絡 那昨天我就跟他聯絡了 我不用找 我就知道 因為他是我的網友之一 我只要打Mark Zhang就出來 那我就訊息給他說 欸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你的投影片 抽出來 放在我投影片裡面 我用 創作公用 相同方式分享的方式分享 他就說 可以 歡迎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從他裡面 再抽一些東西 放到自己投影片裡面 作者已經同意 那像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程式領域這樣的交流是蠻好 反而我不太喜歡 學術領域的交流 那個 那個論文的那邊呢 我覺得 大家心態反而不太開放 程式領域的心態 通常都是蠻開放 好 OK 今天的 整個AlphaGo就講完 兩小時多 OK 那休息吧 先休息一下